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男男 距离中国对韩国的亚洲杯手上比赛已经时日不多 但是呢,杜丰的12人大名单最终仍然没有确定 不过呢,最近网上流传出一张亚洲杯中国男男十人的定中照 那么为什么只有十人呢? 可能也是杜丰知道,想给周琦和郭亚伦留一个位置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目前呢 中国男男球员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 有好几名球员仍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需要静养,需要隔离 他们预计最快也将在11日前往印尼与中国男男会合 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就要上报亚洲杯的名单 所以呢,杜丰这个名单真的不好定 但是上了定装照的十名球员 一定是参加亚洲杯的一个阵容 但是呢,剩下还有两名球员 有可能杜丰把这个名额会给周琦和郭亚伦 因为周琦和郭亚伦是中国男男内外线的核心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在队伍中 那么内外线均会脱节 有意思的是,这次从国内临时征调的五名球员 全部进入了定装照的名单 也是预示着这五名球员基本上都入围了12人的大名单 他们真是雪中送菜 他们都是时刻准备着 为国效力一不容辞 那么对于都风来讲呢 其实这次亚洲杯空难重重 首先从名单的制定就不是一帆分顺的 需要冒一定风险 万一周琦和郭亚伦恢复之后的情况不胜理想 那么中国男男有可能只有这十个人 代表球队来征战整个亚洲杯比赛 那么最后冲击冠军的目标很有可能会落空 甚至如果有队员在队伍中 在训练和比赛中受伤 就没有去增补的可能性 所以杜丰现在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我们会给中国男男全力的支持 也希望周期郭亚伦尽快康复 尽快与大部队会合 尽快进入大名单 一起为中国男男奋战到底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